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全给我讲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先说《放光如来法》举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好,先说《放光如 Investigations》 事释迦牟尼佛 禁止百分之鱼 以为十三杯! 一杯简直入Loss 一杯! 二杯简直入战 喀喊 Ate Paratahate Parakaramate Itinitihi Tati Awitati Akare Pahaya Kawarasuma Apa-chini Pichini Pijako-dine Kalakamanijate Namasawati Walamatihita Ngalalala Naha-ti-ate Napahati Asi Ahi Vahaya Vishthah Vahaya Marusthah Vahaya Saristhah Vahajivyuhu Mwantyati Aga-sia Ni-ga-sia Na-ga-na-sia Sa-kang-ka Vahaya Marusthah Vahaya Marusthah Vahaya Vahaya Marusthah Vahaya Marusthah Vahaya 好,我们来做三规 规佛 规法 规身 规佛 养足尊 规法 如意尊 规身 当中尊 规佛境 规法境 规身境 规身境 好,第三次规 规佛 规法 规身 规佛 养足尊 规法 养足尊 规法 养足尊 规法 养足尊 规佛 养足尊 规身 规身 规身尊 规佛境 规身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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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佛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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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身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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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 歸佛,歸生,歸佛,兩族尊,歸佛,女尊,歸生,中東尊,歸佛境,歸佛境,歸生境 歸佛,歸生,歸佛.歸佛,一來歸一生 佛,歸佛,一來歸佛,一來歸佛。請問 今天繼續講廟法能八經第一品 剛開頭的誅菩薩摩勒的得恨 今天还是继续讲不动地 菩萨来修行 为什么一直在讲不动地 因为不动地 开头才在学如来法 不动地以前的菩萨 或者生文阿罗汉 都在学习断自己内在的不清净烦恼 修到阿罗汉 相当于五帝菩萨 他从禅定中修禅波罗蜜 禅波罗蜜修的有成就 他就用盘娘 盘拉米达修离一切相的智慧 从六帝菩萨开始都在离相 那今天特别一点就是说离相诸中 会有什么现象 今天最主要的课 就在这一部分 叫神了 你知道《妙法蓮花经》 它整个经的名字 《妙法蓮花》 《教菩萨法》 叫这个清净的白戒蓮花 佛守护念 佛守护念 他护两部分 一部分是开始修学的人 比较不懂参修 所以佛就带他们 这些初学的该做的事情 广激福德 佛守护念 开始修 广修供养 去帮助众生 对吧 那他如果 道心坚强 那就要开始修戒 对吧 那修苏善根 苏善根 苑鼎人士第一法 就会 信佛信到最高点 开始就想打坐 所以忍法 善根的忍法第三阶段 他一定就会修打坐 如果你光会做善事 那做法会 善根 念佛 不去真正修善病 就不能体会 什么叫做忍 在修忍法开始 你就会接触到 圣受心法 你会接触到 苦极内道 这叫内凡位的开始修 对吧 是善根 他是内凡位的开头 这已经是 善根有点举止 然后要修禅定 就跟五地菩萨一样 生文阿罗汉 他要修禅定 禅定之间 用忍法 去体会 深受心法四念处 然后再苦圣地 那吉圣地 内圣地 道圣地 用远至明觉 四种观法 来观 这宿圣地的真实 形象 怎么修 就真的 这个 已经是 今天第三部分 在讲的 三阶段 修行的 第一阶段 我们常常在讲说 一段时间 就可以正到心 可以解脱一切烦恼 对吧 这样还不够 因为你要成 如来佛 所以就第二阶段 的菩萨法 所以 生文阿罗汉 正到十六形象 也只有 修托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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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生文出国俄国 所以没有成就 有一点 所以有成就 还没有 真正无漏智慧 所以还不算 那叫做 内凡 内凡 内凡就是说 你有修 解脱道 但是还没有究竟 所以聚集到色界天 那一些 不接触佛法的人 根本才不会念到 妙法联网经 他修的都是外道法 那只有修 五庭新观 修到 北相念著 总相念著 初步按住他的心 不懂解脱是什么 所以 这个叫外反胃 有吧 你们听 内观诸位禅 听得很多 这些触地 都要搞懂 啊 既然今天上天道佛法 你就要开始学打坐 你才会挤入内凡位 那继续再修 今天第三部分所讲的 菩萨法 要怎么去练 第二阶段 菩萨 初阶段 圣文阿罗汉 这些都要懂 雷神 雷神难得 雷神难得 既然你听了庙法联网经 如果你没有接触 如果你没有接触内观 朱慧禅 你现在 从头学习还来得及 你可以在第三部分 了解它是怎么在修的 第一部分讲这个不动地 因为它开始可以画了 可以画欲界众生相 色界众生相 无色界众生相 今天念到第七卷 为什么妙恩菩萨 正道这个 献一切色身 蓝麦 对吧 这是菩萨学神通 要塑献种种等类身 或者等流身 该以什么身得度 你要献那个身 跟它相当 比较亲切 该以人身得度 你就献一个人 跟他可以交谈 如果他以菩萨生得度 你要献一个菩萨 来教他 要比较气急 对吧 这个妙恩菩萨 为什么第一个献身 献一切身 这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他也可以献种种等流身 但观世音菩萨更进一步 你今天送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他听到声音 他马上就可以解除你的苦难 对吧 所以为什么第一个妙恩菩萨 献一切色身 第二个观世音菩萨 那献一切声音呢 他就可以 吻生救苦 对吧 你今天送第七诀 你起码要有这些概念嘛 那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 就是从第三部分的 身吻秤 菩萨秤 如来秤 这三部分都要修 今天课比较深啊 但如果你已经打造二三十年 这个不听你也不懂了 到底往下去要怎么走 在干什么 搞不懂耶 所以我们第一部分还是在讲 不懂地菩萨的功德 那他应该做什么 那第二部分讲一秤佛秤修处的理念 要成如来佛足有一个法 就是潘尼离向的智慧 不去用有微法 从六地菩萨开始 就在用潘尼 帕拉米达 产生真无性 没有叫你用一个有微法 今天第三部分呢 讲的菩萨法 他怎么修 他用助性去修 他说他自己怎么离向 怎么清静 你助性还没有开显出来 没有发奖 你这是凡夫一个 你如果色界天也是色界天的身 助性也没有随属都显现 到无色界的境界 这个助性才真的离开你的色身了 所以他就俗方周围之间的众生都可以感应 在感应中去修去磨练 第三部分 这里面 他有讲 怎么修 这个助料很重要 这些都只有在解生命经里面佛受到的 其他景点很少谈到怎么修 简单几句话 就知道 哦 人家是怎么修的 你光知道说 潘亚帕拉米达到底是怎么做 不知道 过程有什么现象 不知道 念了半天 也不知道怎么修 对吧 所以一蹭佛蹭雨 就只有潘亚帕拉米达这一句话 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十四人 强地这个忍法 从一全菩萨就修三人嘛 一全菩萨修外返位 五庭心观位 对 被项念住 总项念住 这世间禅定的人 就是修到你这样也是这三种 如果你不忍呢 不忍就随眼去受报 你不能忍去抓那个静 你这该去出禅天就出禅天 二禅天就二禅天 所以外道没有听到佛法就是怎么样 他们要忍 为什么要忍 就是要走后面更高的位阶 如果你全面都不忍 见相 着相 见光 着光 见出禅 着出禅 二三出禅 就着二三出禅 你当然是欢呼一个嘛 宿控处定 也一样嘛 不容易摄身解脱 让你的住性开显了 真正讲开悟就在这个时候 无色戒 但你不知道怎么修 很可惜 你没有忍法 你没有去忍一切净 所以十地菩萨十个人 地前菩萨三个人 三加十就十三个人 成就如来法 他还是在忍 所以总共正觉忍 就十四人嘛 就前两堂课讲的 这个忍法就是第二部分所要讲的 消除主要这个观念 忍法是讲它的现象 你自己制造一个对性 对真理所献的这种明法 我忍住 我不要抓它 那就是人 恰安地 对吧 这个跟潘娘 潘拉米达的意思 不是一样吗 对法沉静 产生智慧 对明法能理相 这就是潘娘 你念了那么久 大波勒坚 你搞不懂他在讲什么 都在讲理相 理相 那怎么理 能理住 不能理就是人 忍住那个心不要动 这第二部分 修处主要这个法 你要成如来佛 也就是用这个法 第三部分今天比较重要 就是说 如果你 住性开心 有到无色界的境界 你 你 这个第三部分的 一蹭佛蹭 三阶段修行 你要搞懂 如果你连生文秤都没有走过 那你乖乖的 四三根 啊 这个 身受心法素念处 然后在树圣地中 去修 啊 不能跳跃的 你不能说我懂 懂没有用 你一定要 一天一夜 三天三夜 七天七夜 就在那里 身 所有的 忧喜苦乐 啊 包括心 都能够接受 啊 能够成就 熟悉去人 那个境 啊 不是学理念啊 今生好不容易接触佛法 啊 光听一些道理 是很可惜啊 对吧 很可惜 因为你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你下一次再来 有天文 但是不懂他 里面书记 在讲什么 那第三部分 如果你境界过 你知道 身文秤 是怎么修 你知道 发 菩提心啊 要行菩萨道 该怎么修 那我 未来要成入来佛 要怎么修 各方面都要修 所以你才可以像妙音菩萨这样 献一切色身 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稳生他就可以去度化众生 啊 如来跟菩萨有什么不一样 如来他都有因缘 他不动 声音都可以加出你了 护出你了 就怕他在护出你搞不懂 如来他就不动心了 无为法处中去化一切众生 这个都要这些大菩萨来做 因为一般人没有现一个声音 一个影像在你面前 你觉得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那么 法身如来是无相的 要很有智慧的人才会修无相 从头到尾不足走一个法 那是再来的菩萨 他不要看到佛像就可以感觉 心安定 有佛在加持 层次不同 走面对的法就不一样 就这些大菩萨就做一切有为像给你看了 有声音有形象 那很多人在心中有一个目标 我都要修了 真正智慧高的人 他心可以知道佛有没有在加持 我现在心平气和 我在苦境注重我也心平气和 你何德何能 没有修就可以了 一定有佛在加持你 都是在 非常苦难之间 你还是非常安详 这些 讲给你们 可以体会的人听 如果听不懂也没办法 但我要讲 总是有人听得懂 不然 这第三阶段很重要 第四部分 不动地前跟后接什么 前面就是这些地前菩萨嘛 地上菩萨 六地以前的菩萨 七地菩萨 那你要接 当然是从这个生文圣先修起 你生文圣不要分别说 你要学菩萨法 你受了菩萨借 就菩萨以为就在修菩萨法 那没有用的 你要熟悉去修生文 去证出二三寿果 再转菩萨道 那才是真正的菩萨 我在讲 妙瓦灵外经就一直告诉你这个观念 你不要说 我很急功好义 天天为众生忙 就是在当菩萨 你这个俗善根苦极灭道 伸受心法 是念刺 那怎么去观也搞不懂 自己都没有解脱 你光有一个急功好义的心 你自己都搞不定 是吧 所以这前接后续 它是跟第三部分有关的 不能跳跃 除非你说我下一次再来 那没话讲 下一次再来就有下千万事再来 你今生如果不认真发心修行 不好好闭关修行 去体会什么叫做 宿圣地 他的 善戒 欲戒 色戒 无色戒 是怎么走过去的 你到底断了 98烦恼 还是108烦恼 这些没有摆平都是假的 不能入圣流 不能入菩萨道 所以第四部分 就重新把佛数宪讲三秤法 再说明一次 一半人都 三秤选一圣 佛秤没办法 你何德何能修到佛秤 你什么都不是 我献一些怪力乱神的能力 就是说佛 胡说八道 不要下地狱去就好了 对吧 先断自己内在的烦恼 再来用你的住性帮助众生 就学习行菩萨道 如来处 法身无相的 我就是要学这个法 我就是不能主走 好坏善恶 都不能主走 对吧 那你才能做今生 学的多一点 最后 回过来三秤里面 基础啊 你要学啊 你不要说 啊这是南传的 阿罗汉在学的 你阿罗汉都没正德 你说你是菩萨有什么用 所以回过来 第一属中 就是第五部分 我讲的第一属中 第二属中 第三属中 你要修什么法 我们还是从第一属中讲起啦 第一属中是生文法啦 我讲了好几个月了 还见不到这个十六形象啊 每一次要上十六形象 我就觉得 前面还很多没有交代啊 你怎么进去修苦极昧道 我 无常苦控我 无常苦控我 殷吉生元 媚静庙里 道如行出 但是 我讲規讲了没有人听懂 所以还是要按部就班来 既然三十六形象 既然三十宗已经累出来 那你就要从头开始 你不要去分大乘小乘 北传南传 那些无知的人在分啊 法一脉走来 就是一条 我素线也是讲一称佛法没有错 但你智慧不够 所以只有从生文开始学 啊做好啦 正道啦 内心解脱啦 再来学我怎么帮众生 帮众生之间你就在行菩萨道 其实也在修你的住性 怎么不被因缘果报 找那个因缘抓住 跟你接触的人都有因缘嘛 善因缘 恶因缘都是因缘啊 只能讲了讲义你就看到了 在隐秘相知中去转正法轮 不能肉于嘴巴 肉于行动 都只有用你的住性 去解你跟众生的恩恩怨怨啊 正注意这众生有善根 跟你没有瓜葛 那你怎么利于他 这个都是在第二部分菩萨讲的 所以第五部分 也有一点要进入佛说的门槛了 下一次就有可能讲到这个真正的四圣地 深受心法 深受心法 不然这一次前面很多境界都搞不懂 要告诉你怎么修 那为什么要这么修 我要当菩萨 为什么要修四圣地 你这个尼菩萨 你这个尼菩萨 不修四圣地 怎么当大菩萨 对吧 法都有处地 所以这个第五部分 就沾一边开始要修行的法 这是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现在看第六页 不动地的修正继续讲 因为这是门槛 我讲菩萨的路径 如果你没有碰到佛寿县 因为地前菩萨 你会搞一大阿生祈节 因为你听不到正法 只知道说我要帮助众生 我有这个心 要利益众生 急功耗益 做很多的善事 急一些福德 但自己都没成就 为什么 你没有听到佛法 不知道说帮助别人之间 我怎么来断自己的内在 习性 那好不容易修到登地菩萨了 在登地菩萨寺之前 菩萨道也有素佳行 对吧 还是软 鼎 人 素敌法 这在声文称叫做 素善根 发起后面 发起后面解脱道的一个根 你没有根 就长不出后面的菩萨法 所以你说 我碰不到佛 我地前菩萨走一大阿生其绝 今生慢慢练 心地成熟 我说 我可以 我可以 去加行这个 软鼎人 宿第一法 这个密教教 是加行 就是菩萨 这个根声文没有两样 同样都是宿 内容的一样 他叫加行 他叫善根 没有两样 这就是佛讲的 开始 你要培养 所以 地前菩萨他会接触 四三根 才开始 有机会 忍法 打造参修 才有办法 进入 开悟 开悟 就当地菩萨 当地菩萨有十地 你常常在念十地菩萨 如果走这样的话 十地菩萨走完 两大阿圣七菩 地前一大阿圣七菩 地上再十地 到七地就 已经花一大阿圣七菩了 然后七地到十地 又再一大阿圣七菩 又三大阿圣七菩 不可数的时间 到最后 你要请如来佛 如来还有十地 真正无上正等正觉 只有一个 那你说还没有无上 还有有上 有上就是 有人比你高一点 叫做有上 对吧 今天你看第三部分的经典 就会提到 有上 那无上 那无上 无上只有一个 就是如来真的 如来佛 无上正等正觉 叫做真正的如来佛 所以如来佛 之前还有九个东德相 不是圆满 但总是 比菩萨要高多了 所以你们没有听过十地菩萨以外 还有俗地如来 你要看多一点经典 就会看到 最后 无上正等正觉 才是真正的如来佛 走菩萨入境 就是这几个明相 如果你走三秤呢 为什么走三秤 因为你听到佛法 你接触到佛速限 他一定叫你修僧文 你前面已经多了一大阿僧奇觉 没碰过佛 搞不懂佛法 现在碰到佛 虽然入昧2500多年 我看到经典 假设我也看得懂 那僧文怎么修 你当然赶快修僧文了 因为他在十几年之间 可以断你所有的内在烦恼 让他不烦恼 不是断你所有的习性 没办法 但我可以对得 心起心昧 我没有烦恼 叫做无肉智慧 没有烦恼的智慧 阿罗汉不是清静 阿罗汉是没烦恼 他听吻法以后 他自己练 练到最后说 哎呀五蕴皆空 居然皆空 我为什么要烦恼 对吧 既然贪签出卖 以邪见都是假的啊 都是我的习性而已啊 那我为什么要怕他啊 那练这个功夫就是 阿罗汉喔 真正得阿罗汉 你要献神通啊 是没有烦恼在献神通 神通在哪里起啊 你没有恕神主是没神通的 你知道这个修 我说 是圣地是在控制你的烦恼 先不要乱动 我接受他 修到这个 宿正勤 他就称作宿正断 那这就进到三世纪道平的第二个啦 这个时候 你不积极去 帮助众生 第三大体要讲的这个三阶段 怎么修 不是你去做善事 没有用 是用你的自性去帮助众生 解除困难 这个叫要神通力喔 阿不行 不行 所以我要练 所以我发心要去帮助众生 我没有善心 我怕怕 我不想去帮人啦 帮人呢 他的病变我的病 我怎么要受这种苦呢 你不受这个苦你不会长大 对吧 所以你要去练 为什么 这个佛对这些阿罗汉讲解生命经 讲大乘经典 阿罗汉主会说 我没有烦恼 其性我控制得了就好 他没有再跟众生结缘 逐渐就没瓜葛 那你这个定力 解脱能力 主到阿罗汉的境界 阿罗汉的 哇 自己没有烦恼 如果宿正勤 增加你的善根 扩大到周围的众生 不要讲所有众生啦 你没有那个能力啦 跟我有缘的众生 来找我的 我可以跟他帮忙吗 这就会进入 你的自信 开始 起善心了 哇 你不会都 我去菜市场 我去捷运门口 看哪一个 身体不舒服 哪一个有业障 我来帮他 你的能力还不注意那么大 所以主能人家早上来了 你帮忙他 对吧 这个就开始在练 这叫做急 还没有生善 你要让他生善 这善不是你投资很多钱去盖庙去干什么 那种善 这次你去菩提班堂那边他告诉你什么 七种所做的善事 那个没有用的 那是跟七种人该分的 对吧 修你自己的习性断 那才是你自己的财产 一般讲五种啦 他讲七种啦 你所有的财产 如果被倒掉啦 被污掉啦 你不要后悔 因为那是大家共有的 佛王要给你征税啊 你的父母要给你付掉钱 你不给他嘛 你的儿女一样啊 要跟你共有啊 你亲戚朋友 要借钱 你不想借他 到最后给他讲 他也不得不借他啊 有去没回啦 火灾把你家产烧掉啦 哇 他还分掉了 水灾来啦 王子跑汤 吹走啦 车子跑汤啦 他还给你分啦 这是你的福报 你说 身文只是修内心 自己没有烦恼 但是你要跨入菩萨 你就要进入 第三部分 所要讲的 进入大乘法 就开始用自性 再用功 不是去做很多的 外表的事情 那只要用功 那只要用功 你就会有能力 慢慢去接触众生的心 他的业 他的身 你在这中间去磨练 磨练之中还不能讲 这叫隐秘相 我看到这个见点 实在是太棒了 你们有听解释密经是听过 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 你不知道菩萨怎么修啊 你以为会讲经修法 就是在修菩萨啊 不是啊 你讲经修法 越讲心越乱 定力越不够 智慧有增长 你会讲就会增加你的住见 这个没有错 但是你会来的清静心 你有学到吗 你看三十年跟我今天 我觉得我的心在退转啊 讲话讲太多了 你知道吗 我过去对什么事情 可以不动心啊 你多大的外力 都动不了我的心啊 现在一天要做八小时工作 要讲经修法 都要动念 动念你也可以得到解脱啊 用潘涅的智慧 潘涅的智慧 动中去求解脱 你不能说因为 我怕 讲太多话 心不安定 那你还是生文啊 对吧 所以这个素善跟素正群 这一部分 没有人真的懂 这不是在讲 修桥补路啊 去帮很多众生 去盖庙 盖什么 这些善事 就讲你的住性 你要成佛 不是从住性成就了吗 不是你 你盖很多的庙会成就 如来佛 你的法身千金是怎么去做到的 是我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烦恼 众生他的烦恼 我也可以帮他接受啦 摆平啦 欸我的能力就高啦 还可以向如来 继续空变法界 可以接受那么多 因缘都不动心啊 你知道如来 偉大在这里啊 对吧 那你要跨出素善根 再下来素圣地修好了 就要素正群啊 你要跨出去啊 不跨出去 连阿罗汉都没有啊 他跟众生结姻缘 也是要素正群啊 你说素正群 是正断在讲 未生诸善我要让他生啊 与生诸善我要让他增长 那未起诸二 我不让他发起 与生诸的二习性我要断掉 一般解释是怎么在解释的啊 这还是在修自己 那你成为第二部分的菩萨 就不是主有这样啊 你自己的事情以外 你要去管别人的事情啊 虚空都同一个素性 如果你是如来 他的素性就是你的素性 你不懂 你的素性跟佛的素性没有两样啊 是因为你的素性 旁边很多的垃圾 所以你没有办法像佛那么清静 而不清静所以看不出去 不能产生一切智慧 不能知道这个人现在需要什么东西 我要跟他讲什么法 你没有这种一切智 一切道种智 一切智智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佛是修到最后都没有了 习性啊 是清静光洁溜溜了 那你现在从身闻自己修好了 你要跨入菩萨 那其实从素善根 修到素正秦 已经开始要有这个基础了 不要讲大秤小秤啊 你到阿罗汉俄国 他不是要修到无色界吗 有一个虚头凡只有修到玉界的吗 虚头凡虚头凡都要三界修满 对吧 你们听那么多媚观啊 欲界修成就修色界 色界成就修无色界 这三界都要苦及媚道全部修完 才得到十六心嘛 得到十六心 你这个心已经可以 跟众生同一个体性了 是因为我不去管别人的事啊 我闭关注走 不去管别人 说自己按就好了 这圣文的心态 对吧 那其实 你到无色界就可以修菩萨道 你懂的话 今天第三部分要讲的 你去体会 直接可以进到修菩萨道 还没有解脱以前 你已经在练了 希望你们 能够把这个神闻菩萨的法 佛说法主有一法 是因为大家境界太多不同 所以他才分断说很多的法 我现在我 势着把它连贯在一起 让你们不要去跑很多阴碗路 如果你可以修到无色界境界 直接就可以进入菩萨法 菩萨法在摩量后面的五根五律 七菩提分八正道 一样啦 它用的是 对吧 它可以贯注性 你们很多人 都可以感应众生的心吗 前几天那个比丘尼带了他的主子来 你们两三位就 现在都很不舒服 马上反应 就在共修 不是只有你住性 他不舒服就是你不舒服 是吧 阿罗汉为什么要到阿兰尼阿里面去修 阿兰尼阿只有我一个 丛林里面只有我一个 我在修打坐禅修 谁会来找你 菩萨就要有人有病了 有什么来找你 你马上就跟他共有一个体性 身体也共有 这个你摆平你自己他就好了 所以菩萨 其实也是这么磨练出来 好啦 我要讲三秤 我讲这一段 就告诉你说 不一定正到阿罗汉以后才转菩萨 对吧 如果你修到无色戒数会高一点 你就可以修菩萨法了 我刚刚讲如来有实地 今天我有类出他的名称出来 那个太高了 我们念一念 对吧 看看他有什么功德相 离我们太远了 最后无上正等正觉是真正的如来佛 那 我们要学的就是最后我的目标放在这里 我也不是放在声闻阿罗汉 也不是放在菩萨实地 佛一定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如果还有上 那就是九地菩萨 还有九地如来 没有到十地如来的境界 这是给大家没有概念的 建立一些菩萨路径跟三秤之间 到底怎么走 看地区 上一次告诉你有十四人 强地 所有修行都在人 你在讲经说法 有时候也要忍 能说就说 不能说还不能乱说 不能乱造业 啊境界 那更要忍 习性 那一百至一百都要忍 习性是不好的 所以你一定要忍 打坐禅修所现的好现象 要忍 你抓他你就会受那个果报 你说哦我看到什么光啊 你这打啊自性现都会看到 你自己的树大 树大四种颜色都有光啊 那你看到天界 哎呀 光阴天都是光啊 那你很足足这个光啊 那不完蛋啊 你就到二禅天去啦 二禅天你就忘记你在学佛法啊 为什么要好几千万一年 在那边不曉得干什么 对吧 所以 忍法是最重要 强暗地 不好细性 一定要忍啊 要造恶的心要忍 我打坐禅修所现的好境界 境界就境界其实没有好坏啦 我就是要忍 不要抓他 如果你不忍这次陷 下一次再陷 下一次再陷 那就有魔在做怪啦 一个境界延期不可能每一次都这样嘛 时间空间跟你打坐身体的状况 怎么每一次都会一样 不可能嘛 一定那个魔要来引诱你 他每一天都来照顾你 那你觉得我打坐禅修 每次都是这样 你没有在修忍啊 所以才会被玩弄 才会着魔 忍习性 忍是我不在照恶 我对境界人 我不会被磨骗 对吧 我不稀罕你 现什么啊 可以看到天上人间地狱 看到几个世界都好 你不要稀奇嘛 你人啊 人下一次就没有啦 对吧 那因缘不一样 当然所现的会不一样 为什么每一次都会一样 那不是很奇怪吗 你看 所以也要一点智慧啊 净主能献一次不能献两次三次 还千万次都一样 那魔在作怪了 好了 那人具有十种地 对吧 十地菩萨 每一地做的人的话 你就走过十地菩萨了 对吧 如果你在如来的境界忍 那你就忍过十地如来啊 最后就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如来法 法身完全清净 这还不是人吗 这还不是人吗 所以要听进去 所有佛法修行都在忍这个字 忍这个字 忍境界 忍你身受心法 这是跟你最切身的 连你五印身所献的像 诸佛神通知缘 如果你修忍法修到你心都不乱动 你在修素神主就开始要动你的心 这些如来的神通怎么献 就是因为你完全清净修忍法成就了 我再来用有威法来起心动念成就 你自己内心垃圾都没有倒光你心 没有什么有威法 如果能够用 那也是宿间禅定五通啊 那有什么用 你要学佛法 要学如来法 就一定要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以后 再来四种神主 我怎么练 要产生影像的这种欲望 我让他发起来嘛 对吧 其他那个心 我怎么让他能够产生影像 你要观想 总是要有一个心动嘛 你说我在修行都不这样用这些 因为你心不清净所以不能用 阿罗汉们他们已经心清净 他当然要修四神族 神要族才能产生神力 你没有啊 这次你们去印度 朝圣 在外甲里 佛他在书量 我到底要不要入魅 他跟阿兰讲 你怎么做 他说一身族 一身族就好了 神能够族 神就是产生神通力的基本 主就是给我那个不足足的法 法大就是主 那神就是立地 法界为根本 给我那种神通力 叫神主 有神主的人怎么不会陷五通六通 会好 所以你来跟阿南讲 一个复神主的人都可以注决 一决 一万七千六百年 何况如来我 阿南他的心被蒙蔽了 阿南只有俄国 心没有解脱 被魔恰住就恰住 动不了 所以佛山称他 没有请佛住室 马上魔就下来了 请佛入魅 那佛主要答应他 对吧 所以在外小林那边 就是佛四两次 决定要入内盘了 所以你要修到四正秦以后 起码四念处已经住了 住就不会乱动了 身不怕痛了 尤其苦乐不受他左右 心不会乱动 心念住了 我对法界内外也念住了 这个时候你再发一点心力啊 帮众生啊 去磨练你自己啊 讲简单一点就是说 四念处在修我自己内心安定 四正秦 就是我跟众生在结缘 我要帮他 今天第三部分会讲到这些 怎么帮他 如果神能够主 用有的法就有 欲三摩地 要断行啊 帮拉喊啊 就是断 三摯嘎啦 就是你的过去手造的 也种到你脑筋里面 去了那个善恶业 你要让他断 断就是不要乱动啊 然后才能够断 其性以后成就神主 没有一个神主 是不到内心的垃圾干净 他会起神主的 不可能啊 因为你在四念处已经练过了 不然你这个施头喊怎么得到的啊 二果怎么得啊 对吧 是还没有得到三果 三果就有五神东啊 五神东处依四神主献的啊 有这些 你还没有修到那边 我讲这些让你有一个概念啊 不要这些名相好像懂又好像不懂 在这里这句话很重要 一切诸佛的神通是从忍伐起来的 如果你心不清静 现忍伐 产生神通 那就四间禅定而已啊 照样轮回啊 如果你是阿罗汉 苏托汗 你要正入阿纳汗 不来果 再修这个下去 四正群 四神主 他就可以现五五神通 升到五静几天去了 这部分 还蛮有意思的 但是你心要清静 你心不清静 玩这些神通没有用的 要真假要搞不清楚 一切出家之力 出家 出家就离家吧 离家就不能回家啊 莫海淑琪搞得很奇怪啦 我已经讲好几次啦 让你们了解出家是干什么 我出家到现在没有回家睡过一个晚上啊 释迦摩宁佛在加比罗位国 他的父王 帮他盖一个寺庙 他回国来就住那里 那一份加比罗位国的设立组 就放在那个寺庙 好像1878年 挖掘出来的 以前一百多年啊 那个影片我看过 我叫他们申请 把他BBC啊 挖掘的纪录片 翻成中文啊 难得看到一份真的 释迦摩女的设立纸啊 对吧 你们有去德里博物馆参拜啊 那就是他挖出来的 所以出家 他有什么力量 出家就是要断饿 而断饿从你内心的种种烦恼 开始断啊 开始断啊 医食住药以外都没有啊 哇 一波三一啊 你看我 你们这爬山道很轻松啊 顶多拿一瓶水啊 我都背着我的一波三一 这件大衣 我起码四五公斤呢 出家 你对于食人的这些事情 不会去惯爱 但是对我内心 要断他的这种力量 自然就起来了 对吧 为什么 那一切出家之力 是从人发出来 你手戒也要用人嘛 你要断 医食住药的贪欲心 也要人啊 这是有违法的人啊 连到最后 你就五种法身清静啊 戒法身 定法身 贿法身 解脱法身 解脱自经法身 出家 阿罗汉就可以证到 这五种法身啊 这跟佛的如来法身 不一样的 对吧 如来是无所不能的那种 不是只有这五法身 如果阿罗汉的法身 跟佛法身一样 那不得了啦 佛太多啦 不是的 你这五种法身 不能跟佛比啊 九牛一毛都不能比啊 对吧 你阿罗汉可以利益多少人 没有多少 一个如来利益多少人啊 全宇宙众生 只要有因缘 他都可以利益他啊 你要成就如来 不是这个目标吗 你要搞懂如来的伟大啊 对吧 拿到一切出家之地 从这忍法产生 他虽心要忍 你修世圣地产生的神力也要忍 一切都要忍 福之恶 恶当然对你自己内心不清静啊 度生死 你对法认知啦 受觉法界往生的那一刹那陷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认过啦 我知道那个法 我不会抓他 为什么 我忍法修太久了 我对那个静是真是假是好是坏 我都可以免疫也不会抓他啊 你这样不能度生死吗 你就不会被那个犯境抓住 受觉法界 你们如果没听过 受就是 悠喜苦乐觉受那个受 觉是你有内心觉 要死掉了 现什么果报的影像 我们果报会很麻烦 就是说 你要受跑的果报 他会现不好的镜 那你不会喜欢 那如果要下地狱二道的 他现好的镜 你如果没有练人的功夫 看镜就抓 好镜我就抓 坏镜你当然不会抓 那坏镜偏偏是要好果报 那你不抓完蛋了 没有啦 为什么老师一直在轮回 搞不懂他啊 那你说佛教你什么 他教你要人啊 善境界恶境界什么境界我都人啊 那你就解脱啦 受觉法界在现你就不会被他骗啊 不是只有禅定中去念这种对受觉法界往生的那一刹那你能够按住啊 所以他就可以做到啦 度生死啦 对吧 阿罗汉是怎么练出来的啊 不是你念了多少经 我看你们念经都几百步几百步几百步我还很佩服啊 真的不是只有佩服啊 无体托地啦 告诉我念地藏经念几百步几千步 我看你急性还是一样啊 跟凡乎也没有两样啊 不知道里面在讲什么 我这次为什么摆山和石啊 这个佛下来的地方 引用两部经 佛到道立天去讲经说法三个月而已啊 那一上去所有地藏菩萨有姻缘的人都聚聚过来啦 开始讲地藏经 那地藏经就是地藏菩萨为主角啊 要告诉你地狱像怎么样 然后这个怎么恐怖 要启成地狱 要受什么果报 那都是云云众生不知因果的道理 那所以一直在受轮回做果报 对吧 这是上半步啊 下半步就是 马哈埋埃啊 罗友夫人啊 理论很奇怪 为什么马哈埋埃啊 从开头一直在忏悔 在忏悔 使漏他自己的错误 因为他听过地藏经啊 才知道说 哦原来我过去无名啊 我做了普通门 我做了国王 我做了什么想做龙法富贵有什么用啊 我做了地狱云 我犯了五重罪 下地狱 做好的果报 说不好的果报都一直在轮回啊 在轮回啊 因为搞不懂道理啊 他忏悔很多耶 你可以看嘛 那个跟你没有有关系吗 他讲的话就跟你一样啊 你每个人都犯那个错哦 他最后不再受伤了 他误了 所以这个马尉亚富人这部经啊 当然后面还包括一些没有关系的这个水利主的分发啦 然后素尊入媚啦 总归两句话 对你内心诸恶要忍 对打坐禅修的境界要忍 不要抓他 练习这个公武以后 你才可以到内盘 对静不动心就是内盘 你挨拿 我融合进去那个法尘里面 挨就是清静啊 我有智慧 N一点A拿 关那个静 心不是不动啊 我知道了 但我不會抓他 這是內盤了 你知道我在講哪個犯字嗎 你居然把你的種種惡都控制好了 你的生死就渡過去了 不會抓那個境了 這樣就所謂的內盤了 對吧 你知道 這些功德利益都是從忍法出來的 所以上兩次課已經告訴你有十四種忍 就是這樣的 你還要修什麼法 記住一個忍法 忍法就是盤你的智慧去忍 有違法中去忍 不是閉著眼睛不看在忍 我可以看 我不動心 好啦 最後你忍的結果就是要得到這個無礙住大悲 你對眾生要起慈悲心 不是我自己解脫就好啦 我能內盤就好啦 你成如來佛就是你要有無礙的大悲 如果你不發這個心 你不會成如來佛 對 如來要成無上正等絕都要忍了嘛 這第十四個人啊 對吧 第前三個人 地上菩薩十個人 加上正覺忍 就是如來 都要以忍為本 哪個人 哪個人違背這個說法 哪個人違背這個說法 那是磨在說 講得天花亂醉 對吧 那不是磨說是什麼說啊 要告訴你 都要忍啊 那我來看第八月 就講前言啊 那我們 講到不動地 修正宣法 已經講過十四人 搶案地這個範文寫在這裡 我再解釋一下 TI就是以真如為根本 真如為根本就一定要到無色界 如果你修不到無色界 這個忍法 都是用你的有為心在忍 那個沒有用的 你真如是不受孰空左右 可以感應一切法的 你自己跟眾生一樣 就沒有差別的 為什麼對方的病 會跑到你身體來 因為TA都是共有的 就這樣你才可以練菩薩道嘛 連阿羅漢都通到無色界啦 宿間禪定打坐的人 沒有到無色界 根本都談不上佛法 對吧 所以真如為根本 然後你要去創造一個鈍性 X1.A不是鈍性嗎 鈍性有兩種 一種我創造的 因為我不行嘛 所以我提醒我自己要忍 要忍的時候就慢半拍去忍 如果我已經自然可以忍 只有如來一個是自然忍了 那菩薩呢 菩薩有的小問題他可以忍 不動心 大問題他還要勉強去忍 才要自己創造嘛 你不要以為這個久地菩薩不得了 他為什麼 還不能夠完全像如來那麼偉大 他就一份無名沒有破啊 他還是在忍 只是他忍的比較少了 那忍要幹嘛 就對一切明法 所限的敬 你連忍法也不必用 開手要用 我慢慢就辦用 最後我不必用 他就忍了 對吧 你在忍一個看不順眼的人 剛開手你就 不要講不要講 那第二次在做這個事情 你心裡面不必告訴自己不要講 可以 心裡面低估 但是我動心 自己有一點點的樣子 到最後他幹什麼事情 我看了都不在意啦 隨便你啦 這是忍法成就 史蒂菩薩在修這個法 你聽那麼多 你把忍法搞懂你就 嚇嚇叫了 一路走來就 知道佛在講什麼 對吧 做不到你自己提醒你自己嘛 做一點點受不了 那稍微按住一下 到最後都不動心啊 那眾生 營運眾生那麼多幹好事幹壞事 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如果你不渡他 他沒有善因緣 那隨便他去吧 他有善因緣 你就要煩惱一點了 要幫他 救他 所以這十四人就 我剛剛講的 第前三 第三十 正覺人 就是如來佛 一個把這個忍法 稍微了解一下 不動地為什麼能夠成就 雖然沒有完全能夠忍 但他已經忍到了第幾個了 三家 這個 動地菩薩霸地 他已經練了四一個忍了 對吧 第九月 大慈悲為事 念妙法人華經 是要學大政佛法 未來要成就如來佛 所以你一定要有大慈悲為房間裡 人家才會進來 好 人外的人有因緣沒因緣 你都讓他來 對吧 只怕他不來 二三十年前 我看你們同學 有的習性太差了 我就不想理他 對吧 這個差太遠了 這就是沒有大儲備 人都會進步 那看這個人差太遠了 有個手指頭伸出來都有高低 怎麼可能每個人都那麼完美 對吧 所以你要有大慈悲心 只要他要來 你就讓他來 要講見說話的房間也好 道場也好 就是這樣 你就具有大慈悲的 是 第二個他告訴你要穿柔軟衣 柔軟衣就是我們這件衣服 對吧 柔和忍入衣 這個路放的不是很好 但是有時候是件事 要面對因果的時候 難免都是要受污辱 因為你過去的夜 你有那麼多阿羅漢 但還要受人家的污辱 連佛都要受人家的污辱 對吧 還要給人家污辱 跟人家大肚子啦 對吧 還要三個月初 那個馬在吃的麥 這都因果 所以因果來的時候 雖然表面上對你很不公敬 對你無奈 那有點侮辱啊 那個時候叫人啊 忍入衣其實就是在講出家人的加沙 不管是有違法 大慈悲為事 穿這個柔和忍入衣 都有違像嘛 都為利益眾生了 你講這種說法你不該空 多了半天還是回歸到原來的空 不能離空 如果眾生可以接斷教化 回歸到最後你還是要講空 一切都不存在的 對吧 所以諸法空為做 這最基本的佛法 那因為你悟到諸法為空 你就可以去學四神主了 就產生五神通六神通 還沒有產生這個大菩薩他們的神變 他怎麼可以畫一切色身像 他怎麼知道每個國家每個地區 他的語言 冠孫菩薩跟妙恩菩薩都有這個能力啊 你講什麼話 釋迦牟牛都知道 你講哪一天哪一地的話他都知道 因為你空了所以就有智慧 會產生無量的神通 這個你看經典就知道 他們的偉大真的不是你修這個三年五載十年二十年 你就要得到什麼 唉實在是 人家蕊傑這麼在修的 要來我看 約登三邁經三邁 他講菩薩摩佛薩大菩薩 助於除人有十種利益 剛剛講不是有實力嗎 這個念一下 一則佛不能燒 二則刀不能夠割 三則毒不能中 四則水不能飄 這個字原來就是這個字 被入北人改過了 我都回歸到這個字 還是毒就飄 沒有錯 五則為非人守護保護 天龍八部都會保護你 因為一個人心清淨 未行菩薩大 都要有人付辭 非人付辭 要得身相莊園 那三十二相 當然不能夠完美全部有 現在彌勒菩薩是有 要修很久才會有 因為他下一次就是他要成佛 第七 必知惡道 你不會再去做不好的事情 一個心清淨的人 已經降伏了內在的習性了 他不會再去造惡業 那八則隨其手樂生於飯天 如果你要生飯天你就會去 如果你說我要再來出生 那你就會來世間 看每個人的願力不一樣 九則作業也長安 白天也心安禮得 晚上也心安禮得 有事沒事都安詳 是吧 死者三不離喜樂 才長晃晃晰晰晰的 生病也很高興 是吧 不如意也很高興 碰到不如意的事也不會懊惱 如果你懊惱的心還不能夠清靜 這些是你修妙法 蓮法經的人要學的 如果你要做得不夠好 就算生文稱這一部分還沒有做好 菩薩稱這一部分也沒有修好 你修得差不多 你應該有這十種利益 目標要讓你做到 那童子視為菩薩成就這種 儲忍利益 就告訴你 一個忍乏以外 就是儲悲忍 對境界都這樣 修行從頭到尾都在講這件事情 手中的心 我可以離開 你會離開 那oted 我不太偏了 我可以離開 你也要一句 寶貝 我會離開 我去一ALK 我可以連雲 都在交給你 我才會離開 那一千剛哪 我祈禱 我會離開 你也想不住 你也想不住 那一千把